流量歌声结合丽与美的传统舞蹈 借大国小歌舞队带来的舞翠练 融合排弯卢凯的舞蹈元素 颂赞祖灵的智慧与恩泽 小朋友还爬上两层楼高的竹竿 摘下百合花 博得台下鱼蕾掌声 接着乌鲁国小 则是以传统歌谣 呈现部落妇女的智慧 过程中加入了八部合音跟爆战功 将两个月来的学习成果 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就是练很久 就可以站在台上唱歌 就觉得很开心 是可以让我们跟别的 部落人住民交流 然后看到他们都觉得 很震撼的感觉 为了丰富偏乡学童的人文涵养 花仙子教育基金会 结合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 二十号上午在台东艺文中心 举办2019偏详青少年艺术赏西活动 邀请县内二十三所小学 近千名学生 透过原住民乐舞 交响乐跟戏剧等面向赏西 让艺术教育扎根学童心中 当然很好啊 然后小朋友又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歌声 然后还有文化的情境都在里面 不管在自己的兴趣啦 或是说在工作职业的资厂上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跟体认 也希望对大家让我们有一些方便 花仙子文教基金会 自2005年开始 每年前往各县市办理偏乡艺术赏西活动 更携手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 以惊叹乐舞为名 赞助许多元乡学校 推广传统乐舞 希望展现原住民的活力与精神 也达到艺术教育的目的 原始新闻 这不是台东市采访报导